嗯 看着你的车停在门口 就知道你还没有走 谢谢 你还真执着啊 富尔泰曾经说过 要想获得成功 就必须要坚持到底 到死会不发生 但如果收 我还是不收呢 我 我 一个好人你 都没有四岛九千万块块 这个 你看你心情那么好 不如就把它给收下我 你怎么知道我开心啊 你笑得跟阳光一样灿烂 还敢说自己心情不好 诗恩已经答应赔偿 并且公开道歉 对不对 对啊 赔偿金五千万 让孙彼得赔偿五千万 等于是要了他的命 他一定是拿风铃草给你当条件 要求你放过他 没错 但是我没答应他 我决定要收购食人 哇 你还真够带毒啊 不 英明 如果收购了诗恩 那风铃草自然就拿回来了 对吗 是的 我要通过我自己的方式 拿回风铃草 那这五千万打算怎么花呢 这个 可能需要你的帮忙 五千万 我打算用这笔钱 成立一个赔偿基金 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那些曾被诗恩 剽窃过的设计师 这是个好主意啊 没有问题 但是在我帮你之前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既然没有调下他合适的 不如 调下他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挑选的合适的 从你停车进门到现在 应该有四十分钟 你回来不就是为了 挑选一件合适的礼服 去参加风尚之夜吗 如果有合适的话 现在应该已经 穿在你的身上 很多女人是有选择恐惧症的 这一点我不否认 不过基本上有两个人 一 没有钱 二 没有挑选到中医的 你不如试一试 也许这件衣服就可以解除 你今天的选择恐惧症 我 我以最好的姿态 等未来到来 我 我以最好的姿态 等未来到来 我对白做我的王牌 在最好的时代 最快的时代 每一天都没有彩排 要走上不在这小时代 要走上不在这小时代 我会成为你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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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总 陈总来了 陈总 陈总 陈总你好 陈总 新闻设计师陈伯迁 现在已经加入了LS 请问西安秀场的丑丸 是您一手策划的吗 请问您能谈 您可以默许的看法吗 现在的丑丸 您和陈总的关系 并不普通 看来今天已经证实 是这样吗 陈总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吗 可以跟我们撤楼一下吗 谢谢 陈总 哎呀 你这比明星还红呢 要不是你 我才不来 你们两位 别瞎想啊 我们只是一起出的门 感谢二位美女免费为Lazy做的业 错 是Alice和Lazy的联名款 你好叫 好了 你们快进去吧 不然成你们俩专访了 我觉得我会怎么会是 不好意思 打扰一下 挺 你还说呢 你不是说接历人一起来吗 怎么了 原家和陆准一起来的 哟 这不是秦大设计师吗 上台拍个照 你干嘛呀 河北在我们实验认职过是吧 这么快就装不认识了 看来咱们秦大设计师 还是傲气十足啊 咱们实验还是留不住 您这针大火漏 秦也 你好 外界传言两位不合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 秦也 您为什么在短时间加入 实验要马上离开呢 为什么呢 要在孙总手下做事 人也得超级才行 是不是 是不是 真有意义 小哥们 各位放心啊 今后我跟秦大设计师 一定还有机会再合作的 来 拍照 拍照 闪不来 先去一下 好的 待会儿聊 在等我吗 来 我 我是在想 我有多久没有见到 如此光鲜亮丽的秦大怎么样 你知道我这性子慌吗 你嘴吃蜜了 这么会说 吃饭了 那你必须吃得很多 陆准 你的交际圈可真够丰富的呀 那你们先聊 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于文 我有多久没有见到你了 我刚才一追头看 谁跟这儿一个英雄吻色 是 我看你跟真空上的那个 副总监关联系合不错啊 还好吧 我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了 那怎么了 我做电影的 你时尚圈的活动 我不得参加一下啊 来 对了 你回国那么长时间了 你认不认识 艾利斯的副总监 我认识 你找点赚 是这样 我后面准备做一个电影 叫时尚没有圈 笑着笑着 我是打算 邀请他们公司来参谱 而且把整个的这个服装策划 全都交给他 你得签个线呗 不是你的电影是做一步转一步 你能找到他们 那对于他们来讲 那是天大的好事啊 不过你说 这么好的生意 你不找我啊 没劲 知道你 没劲 咱俩是兄弟 那我实话实说 你也别往心里去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团队啊 他们做了分析 认为他们公司的时装定位 跟我们整个电影的风格 那是最契合的 再加上 那你也知道 前段时间 他们在法国引起的那个 影响不小的啊 那你让我怎么办 这样 我答应你 我下部电影 一定让你投 你什么时候让我投我 你别人气 那制片人 我的天哪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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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位 哦 我那个姓孙 呀 路总 不好意思 没看见 就是有大 我过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妈面试了